你就是公平會 你不是外交部 你不用講那麼多外交辭令 痛批公平會以外交部口吻 在還沒有受理案件時 就說合併案未違反公平法 王世堅指出 相關併購消息今年3月就已發佈 但公平會卻沒有合理對應 就連預備措施也沒做 完全是外交辭令 憑什麼在還沒有受理案件的時候 就說這個其實很可能沒有違反公平法 在德國3月份有報導的時候 那公平會就應該得到這樣的訊息 就應該預先做一些了解 還有我們防範的一些措施 比方說我們可以詢問 這兩家事業的母體公司 透過他們在台灣的公司 可以了解這件事情的實際情況 以及進展的現狀 他們都竟然沒有 然後我們預作一些 比方說公平會 那既然人家都已經簽約了 已經實際著手進行了 那我們也應該透過國內各部會的努力 把相關勞動法規 把相關對於餐飲業的保護要求 消費者要收取的手續費 這些部分 我們不但可以要求相關部會 來提供法令解釋 也可以透過公聽會 來聽取我們社會 消費大眾 跟服務人力 跟餐飲業者 他們大家共同的聲音跟意見 王世堅表示UberEat市佔率為61% 而Foodpanda市佔率為78% 兩者相加將近9成 依照公平會定義 市佔率達8成以上 就有壟斷獨佔的情形 在我們國內的消費市場 前兩名外送平台的選擇 Foodpanda高達61% Foodpanda高達78% 兩個合起來 他們的市佔率將近9成 而公平會的定義 就是說市佔率達到8成以上 那就有壟斷獨佔的情形發生 各項的調查裡面 其實我們國人同胞 已經高達71% 使用外送平台 而這當中每一年 會員的成長率都5%以上 而且有高達6成的使用民眾 平均它每一單的消費在300元以上 所以這個數字 統計之後 那我們各界 我們社會各界才 深深感覺到 哇這個太可怕 這讓最大的這兩家 外送服務平台 他們如果沒有經過我們政府 相關單位 向公平會很嚴格的審查的話 沒有經過 勞動部 對於 服務人力 他們的薪資福利工時 參與意見的話 很可能 這個結合 是會產生很巨大的 對我們基層 我們民生消費很大的影響跟傷害 王世堅認為UberEa和Fu Panda結合 不僅讓市場更壟斷 還會衝擊到消費者 外送員 以及餐飲店家權益 要求公平會依法嚴格審查 我也要求公平會 那麼不但要依法公平的審查以外 如果這樣子的結合 有違背 相關公平法的規定的話 我也要求公平會 應該依公平法第39條 禁止結合 或者強制要求他們 分色事業 分散營業 甚至如果他們硬是 不聽我們社會各界 跟公平會的財事的話 甚至進一步 可以強制要求他們轉賬股權 處分部分或者全部的股權 或者依法罰款 公平法第39條 可以罰款2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 這筆罰款不可謂不大 那我希望公平會要善用 我們公平法的這些武器 來對這兩家最大的外送平台 對於他們的結合 我們應該做很謹慎的審查 王世堅呼籲公平會要聽取各方意見 嚴格審查併購案 相關部會也要提供配套措施 避免衝擊國內庶民經濟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晚itch 晚 Das 晚 NBC 晚� 晚日 visitor 晚安 掌